找來新竹市長高宏安上戰車當麥克風手 選前超級星期六 柯文哲前進臺中 鄉親跑出家門 熱情迎接 另一頭副手吳欣營 則在雲林分進合集 吳欣營搖一班高鐵就來中南國家 給我們雲林謝北 爸爸媽媽寶貝 吳欣玩下搖打招呼 就是要離選民更近一些 柯英配重兵部署中臺灣搖擺州 但另一頭國民黨持續挖柯牆角 惠友宜前一晚再度喊話要組聯合政府 還讚柯國 是人才 僅管柯文哲畫獎得兇 但侯友宜依舊釋出善意 還搬出獎位水來背書 主帥不口出惡言 副手吳欣營鬥士說得直接 還不用再吃豆腐了啦 民眾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組織人啊 聯合政府是誰先提出來的 這很奇怪喔 那原來柯文哲在吃我們的豆腐嗎 不只為了聯合政府割空開槓 柯文哲前一天聲稱在國民黨縱視場減三千多隻小國旗 引來侯伴反擊 柯文哲過去也不帶國旗徽章 批他到了選舉心中才有國旗 藍白搶票火藥味越來越濃 也難怪柯文哲會再專訪土苦水 藍營每天打他這麼兇 怎麼又要自己支持他呢 三零新聞 黃成波 張展智 六米軍 台中報導